在中国人的文化呢,六十位一家,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六十年一百二十年是特别隆重的,那么西方人们讲一百年,所以他们五十年一百年是比较隆重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概念之下呢,那么中共要纪念毛泽东让人觉得很奇怪,但是也可以说是不奇怪,因为按照中文,我想大家都是中国人,很明显的是知道,对坏人那是要开批判会,对好人才谈得到死了吗是悼念,或者是死了很久了吗,一年。 那么毛泽东这样的人,根本半点都称不上是个好人,而且他这个坏,可以说已经是古今中外都绝了的坏,但我们不能预料将来,但至少可以说到今天为止,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比他更残忍更坏,更狡猾人了。 二战结束的时候,世界各国普遍认为希特勒坏,当然我今天绝没有半点替希特勒说好话的意思,但是就是说坏的相比之下,也有一个更坏,那毛泽东应该是更坏。 希特勒杀了很多犹太人,但他对于国内的人,只要不是要推翻他的政府的,他没有再去主动的非要杀就不可。 可是毛泽东所要杀的人很多人,就连没有反对他的人,他也要去限制人家,杀有一点不符就要杀。 那这个真是极端的残忍性,而且甚至于杀到最后,连帮他解围的刘少奇,他都要活活地把他虐伤。 刘少奇本来帮着他一起做了很多坏事,可是刘少奇还吹捧他,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而他毛泽东闯祸死了几千万人以后, 中国当年的所谓大跃性的结果,搞出了三年的也是虚假的自然灾害。 其实那三年是风调雨顺,中国并不缺良知。 那么刘少奇虽然也做了坏事,但是还稍微有点良心下,再这样下去老百姓说不定要造反。 因为陈毅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中共老百姓太好了,在别的国家准造反,把政府推翻。 因为连续三年的几全国范围。 那么刘少奇是替他解围,搞三支一包,把局面扭转过来。 他应该感谢才对,反而他觉得伤了面子。 连刘少奇他这样的老同事,党内的骨干他都要杀,那一般的老百姓更不用做。 所以从五十年代初的扩大整风啊,对前政府人员的烂捕烂杀,以及到五七年的那个巧立名目,来整知识分子为首,压制一切。 反对声音啊,一直到文化革命的登峰造极啊,那都体现了毛泽东杀人的范围之光。 那么像这样的人,不当给中国,而且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因为你比如说,中国提出叫抗美援朝,你怎么叫抗美援朝呢? 美国又没有要来打中国,美国如果呈现要打中国,在四几年他可以充分的支持蒋介石。 他反而要支持蒋介石,你应该开展民主选举啊,共产党虽然是你的反对派, 但是你应该让他有一席之逼,可以公平竞选啊,美国人反而是这么劝蒋介石。 并没有要来占领中国,压绿江桥是在中朝两边各一半。 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可以把压绿江桥整个炸断, 可是美国人却运用高科技,把当中分界线切断。 中国一直保存到好好的,半点都没有损坏。 他如果要打中国,他何必那么干呢? 以那时美国的科技和中国的落后,他连个桥都炸不断吗? 而且也已经把墙切开了,而且切得那么好,他却把中国那一半保留得很好。 那完全是中共的谣言,说是叫抗美人,说美国要打中国。 其实他是为了试验作战能力。 因为他和蒋介石军队作战的时候,他欺骗了大量的农民, 硬把地主的地夺过来,分给了农民,那农民毕竟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 那么被他一号召要保卫你的成果啊,不然地主要反攻倒上你的田地,还会被夺回家。 然后很多农民就去参军。 这样他就有了兵员,有了运输队。 而且打仗的时候是极不讲人道。 比方我上次开会提到的张林普,他是一个常胜将军。 因为林彪都讲过,在整个二战当中,没有一名投降的日本兵。 只有被俘和被杀的日本兵,没有一名投降的。 而中国却有大量的罕奸,这是民族的耻辱。 但是像这么强大的日本军队,中国人跟他拉锯战了八年,可是张林普参战没有败过一次。 他和日本人打每次都赢。 可是为什么孟良谷会败呢? 孟良谷作战的时候,中共把那些所谓成分不好的地主啊,什么富农的,那批年纪老的人压在前面。 结果,国民党军队看见了,不敢开枪了。 因为想想这都是老百姓嘛。 更可耻的是,把小孩,甚至把妇女脱光了衣服压在前面。 所以那些军人把枪一刃说,我们国军怎么能杀老百姓啊? 那这样他怎么能打得赢呢? 所以中共的胜利是很可耻的。 而且不仅手段可耻,目的更可耻。 因为他在四几年时候,他标防,说是国民党腐败。 国民政府当然是有少数官员腐败,但不代表整个政府有腐败。 远不是中共今天的整个政府的腐败。 可是当时老百姓想让政府是看到有些腐败, 那么也就被中共欺骗了,帮着一起推翻了国民政府。 可是他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政府呢? 今天大家,我想不用解释都更明白了。 中共的腐败也是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底部了, 从最高领导人一直到下面基层干部, 甚至连个官都不是,只是政府一名小职员的, 都要利用职权搞腐败。 比如昨天我们一位会员,他今天因为有别的事没来, 但是他昨天特会来,表示抱歉今天不是参加会议。 他就说了,他这次绕道回国,他把原来家里的房子卖掉, 因为他已经不在中国了。 要把房子卖掉,他产权证书什么都是全的。 可是要卖掉,要那个产权证书要认证一下, 表明他还继续愿意拥有,他没有卖给别人。 那认证是完全应该免费给他的吗? 却敲了他八千块钱才开给他,而且还不是当官的, 就底下的房管所的小职员敲的,而且还得托了人求情, 否则他这房子就得掉在那儿。 那你想中国的腐败到了什么地步了,对不对?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我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跟我说过嘛, 他说今天的中国团长以上货币就失去作用了。 那句话我马上就体会,为什么? 因为我虽然当时也是属于成分不好的, 但是我的外语和技术两方面都学过, 所以有时候跟外国科学家交流的时候, 中共的那批官场的翻译只懂文科不懂, 理科招架不住,就用汽车接我去解围。 所以我也进入过某些圈子,我就亲眼看到吗? 那些干部,尤其是军队干部,在井江乐园里面看到这样, 跟警卫说,这个我要,这个我要。 要了一汽车的东西,没付一份钱, 当然,饭店经营不能,账面不平衡, 最后会有些人付钱,什么钱呢? 用他们军队的交际费付掉。 那不都是明子明高吗? 那它当然是货币失去作用。 所以我的老师大胆敢跟我讲这句话,我马上理解。 因为我亲眼就看到,甚至有一会儿我遇见周恩来。 周恩来这人别的坏事,大家可能一下不了解, 但是他表面形象是还比较好的。 周恩来往那一站,笑嘻嘻说,你们来买东西啊, 那批人就不敢买,就不敢要,就不敢白买东西。 那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那么中国已经腐败到这样的地步,而毛泽东更是极端的自私。 他犯错误不是说由于缺乏一个什么知识或者是判断错误。 他是故意的要害人。 比方举例来说,三年治安灾害的时候,他提出牡产万斤。 那么然后牡产万斤要照这个标准收工粮,那农民怎么不要饿死呢? 他是农民出生的人,他完全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 如果问我我城市里的,我倒是真的说不出来。 他是农村出生的,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可是他却硬邀牡产万斤粮。 那么当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外汇部主任姓安的一位先生, 他也是共产党员,说了一句良心话。 他说我们可以算一笔账,我搞外汇天天在计算。 他说如果是牡产万斤粮,就是打下来的那个骨子堆在地上都得那么厚,铺满。 他说那怎么可能。 好了,这句话被别人汇报上去,马上把他撤职。 因为他那个位置也算是比较好的了。 放到什么烟酒唐叶公司的一家修配厂去,让他当工人。 幸亏他还技术上有两下,结果他会修冰箱,所以还没吃太大苦。 但不管怎么样,这也反映了中共政府的专制。 那么朝鲜战争,中国其实是要练一下兵看看。 不适合国民党用这种手段,真的是争到实枪干。 中国军队有多少实力,他为了练兵,好,找个借口。 而且同时把那些被收编的,包括像傅作义等叛变的人,收编的国民党军队,都送到前线去消灭。 因为他不能明的把这批人都撒掉,因为这批人名义上叫起义投向他了。 那么借此在朝鲜战争,总消耗他们。 那么明明是中国挑起来的战争。 金日成要求斯大林出兵,斯大林都不敢答应。 可是毛泽东却愿意出兵。 那么苏联当然愿意出武器,既可以卖钱,又可以和他的对手美国脚量。 可是后来这个谎言,倒不是西方的拆穿了。 而是中共自己拆穿了。 为什么?1978年,文革以后的第二年。 人民日报,在那个报纸上,一篇什么社论里透露了一个消息。 说是1950年6月20几号,朝鲜民族主义共和国,就是北朝鲜军队,首先进入南朝鲜。 这句话就证明了是北朝鲜先发动战争。 那你中国为什么要让那么多子弟去送死,去帮助一个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呢? 而且今天事实证明,你看南朝鲜差不多的面积,而且以前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都不如北朝鲜的。 而在分成两个朝鲜之后,南朝鲜今天比北朝鲜要好得多。 而北朝鲜今天又像中国那个三年打饥荒一样的,而且这个饥荒不是三年,延续了十几年。 去逃出来的一位,我们几年前请了一位朝鲜逃出来的人做报告。 他就提到,今天的口粮,一个成年人一天就这么两个马铃薯,那是一天的口粮。 那怎么不要面黄激瘦呢?可能他还优先政治,有军队优先,花那么多钱去制造核武器。 所以他才敢狂言啊,要把纽约变成火海啊。 如果你没有核武器,没有导弹,你能把纽约变成火海,即使你是吹牛嘛,也得多少有点瘾,是吧? 那么就是因为中共真的给他输血撑腰。 在文革当中,我是在一家工厂里,我们厂里就有朝鲜来的实习生,为什么? 他们也要制造军工产品,因为我是在仪表系统嘛。 那军事设备上当然都有意料去操控啊。 那打那时候中共就极力之善。 今天的丹东大家每天看见都有几十辆卡车往北朝鲜运送免费赠送的物资。 那么你去资助一个坏的政权去压迫人民和世界人民为敌,那你中共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今天中共大张旗鼓,到了这个十二月快要接近毛泽东诞辰的时候,加紧宣传。 那这个目的我想就很明白。 毛泽东自己在他的文章里都说过,手段是由目的决定的。 那么中共用纪念毛泽东这个手段,把毛泽东作为楷模号,照大家学习。 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倡导毛泽东所通勤的专制残暴那一套,愚民政策那一套。 而且更荒唐的我记得,中共有一个叫宗教事务委员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 他们就强迫教会里的牧师或者是天主教的神父替他们宣传。 说的那个话简直不值得一搏。 他说毛泽东是十二月二十六号生日,野猪基督是十二月二十五号生日,只差一天。 所以已故的毛主席就是在世的野猪,你们要拥护毛主席,要拥护毛主席创立的中国共产党。 这太可笑的话了,那世界上十二月二十六号生的人太多了,那人人都成了圣人了,那有多少个野猪啊?这怎么可能啊? 所以中共即使做坏事都不高明,都做得极其愚蠢可笑。 那么毛泽东是这样的人还要纪念。 所以我感到非常之愤怒。 因为你那个纪念,中共没搞这样的大型纪念,都要是很隆重。 花费大量的资金啊,要拍电影,要布全国各地的那个纪念堂,要停工大家去开会,那要造成很大的损失啊。 为这样的人你值得去纪念吗? 那么今天的中共应该是因为毛泽东把中共的形象变得更坏而忏悔才对啊。 你看德国希特勒发动了战争,和后来的德国的民主政府应该说是没有关系,对不对? 可是民主政府的总理布兰特去访问波兰的时候,他看到奥处卫星集中营,那个焚尸鲁就烧尸首的。 他想起希特勒杀了那么多犹太人,他就代表全体德国人民跪在那里,表示忏悔。 为前政权所犯的罪恶忏悔,其实和他那一届政府毫无关系。 但这代表了德国民主的良心。 今天的日本人做的就不够,怕给中国人们造成那么大灾害。 如果日本人不侵略中国,照毛泽东自己说的,共产党也成不了气候。 因为国民党军队这么殊死战斗八年,大家看现在电影慢慢的也透露出一点,对吧? 一关里面掺杂一点,也有共产党地下党影响。 但是毕竟是现在开放一点,也态度国民党军队是怎么艰苦作绝和日军作战的。 可是八年只是拉锯战,最后是因为日本人太狂妄。 同时和英美发等许多国家开战,甚至连澳洲都包括进去。 到最后才被打败。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中共那么小米加步枪是打不败日本人的。 而且他当时毛泽东有内部指令,尽量避免和日军接触,消耗国军的力量。 然后以抗日的名义要呛要钱,而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又不能不给啊。 那讲这都是中国人,抗日怎么不对啊? 好了,就帮助共产党壮大了。 所以当田中角勇要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 首先代表日本政府口头上表情的道歉者,毛泽东说你不用道歉,我还要谢谢你们。 你们如果不来侵略,不来打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战胜国民党的。 毛泽东自己都流露这个话。 那这么一个民族的大灾行,而不是大救星,值得纪念吗? 那么这个不是说纪念毛泽东这一件事就是了, 而是反映了这么一个目的的话,还要继续执行专政,执行愚民政策的话, 那么中国人民今天的苦难就必将还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那中国十几亿人延续那么长时间还得继续受苦难, 而且也还影响到世界别的国家。 像柬埔寨杀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就是因为中共帮他们训练的那一批人, 接受了毛泽东的所谓阶级斗争理论才会那样。 那么今天国际上因为柬埔寨是个小国,所以容易摆布它, 那么已经把那一批前政府的红色高棉的人送上了国际法庭去审判。 可是中国毕竟是个大国,那人家没法这么做。 一下子中共还是在逍遥法外,是吧?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呢,我认为是很有必要。 因为大家提高了认识,你们在国内都有亲属,都有朋友, 再去迎向国内,至少我们要抵制,要认清中共的罪恶目的, 不能让它愚弄。那么我就先开一个开场吧。 那么今天我们很荣幸控诉中国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多年来坚持不懈, 在法拉盛在联合国前,马哈顿的联合国前,天天有人抗议, 揭露中国的黑幕,那么促进中国的革命。 那么今天来了好几位,我非常感谢。 代表我们人权写的目标是感谢,我们的目标是以致的, 都是为了中国的进步。 我们搞政治活动开会,开批判会也好,开民主。